螃蟹歌,这首歌可能在我们西南地区有很多地方都会有这样的歌曲 但是旋律有一点点区别 螃蟹歌是我在听我们在录几个枪族飞机船上的他们唱了一小段 这个歌可能都不光是枪族 因为我后来找了很多资料 发现螃蟹歌这个形态在西南少年民族的大的这片地区里其实都是存在 旋律有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很多地方都会有螃蟹歌 这首歌还挺有意思 然后它是一个图局体 一个再酸输 然后再喝酒的一个过过程 输的就输了 除了输了你就喝醉了 特别欢乐的这首歌 然后我在听几个老先生在唱一首歌的时候 我也觉得特别的生动活泼 我当时听到这个歌的时候跟我们制作人 首先是我们制作人 就听到这个歌就好有意思好好玩 我们是从一杯酒开始的 一杯酒来开始数螃蟹 我觉得这个更有意思 大家在欢聚一堂的时候 然后开心的时候 大家用这种一杯酒 二杯酒 三杯酒 四杯酒 这样的方式来去数螃蟹 我觉得听得好 让我兴起 也很让我心动 我就觉得这首歌很有意思 很好玩 因为在枪组 其实每个年龄段 唱的歌都不一样 年龄大起来之后 人们变得沉默 那几个老老先生在唱这首歌 或者说特意还说 这是年轻人唱的 听到的时候 真的觉得几个老人 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非常利用我感动 真的听起来的时候 有种老顽童 特别有趣 可是这首歌一定要做的 太神奋 太神奋 大家可能知道 我原来出过一首《武将歌曲》 也是和比较诙谐的 这首歌也是比较 跟《武将歌》很相近的一首歌 那我就把这个 我们当地的文化 把它给整理了一下 把这个歌做得更加的好玩 是中间加了我们四川的这个 划拳 几杯酒已经熟了 几十只螃蟹了 要我的话我就 梦圈了 所以《螃蟹歌》这首歌是一首 比较好玩的一首歌曲 在我的整张专辑里面 它也算是一个亮点 我觉得不光是强者 有的是西南人 整个西南人那种乐观的态度 那种生活中 对所有事物积极面对的 那个状态 有多多态性的那种 是有多多态性的那种 我会去